美食带您进入小厨三女推介系列 它吃起来香气富裕 绝对能够提升你味蕾的层次 烟熏的三文鱼又微咸带着鲜味 干葱头的牛油面包条 吃起来更加的香脆软糯 绝美的搭配哦 而且可以拌着其他的鲜鱼块 都是非常好的搭配 如牛油蒸飞螺鱼 味道也十分的出色 简单一做 很好上手 味道好吃又营养 好了 我们一起来做吧 首先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新鲜黑松露 腌三文鱼 飞螺鱼块和小笋 材料需要 面包条 无腌牛油 干葱头 飞螺鱼块 细盐 黑胡椒粉 好了 我们把这个干葱头呢 把它去皮洗干净 给它切一下 切成碎粒和六片 就可以了 我们要做这个干葱头牛油 为什么做这个干葱头牛油 而不做这个蒜蓉牛油呢 因为我们选择一些味道 不是特别强烈的这种食材搭配啊 会让黑松露的香味更加的突出 因为我们主要是吃黑松露嘛 它的鲜味 加入一小点盐呢 我们在这干葱头碎中哈 混合均匀 给它混合一下 均匀了就可以了 我们从冰箱里边拿出我们这个牛油哈 用微波炉给它打软了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用这种牛油呢 它到这个室温的温度不热了就可以了 很柔软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洋葱粒呢 给它加进去混合均匀 好 就这样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呀 我们把这个芦笋处理一下 芦笋呢 我们把这个前面硬的地方 给它去掉 我们就要吃这个 下面这个嫩的哈 好了 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 洛瓦框给它漏干水分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飞螺鱼给它处理一下哈 飞螺鱼已经解冻了 我们看到冰已经去掉了 然后用清水把它清洗一下 用这个厨房纸巾呢 把这个鱼外面的水分擦干净 加上点黑胡椒粉 然后加上点细盐 这个我们只加着一面就可以 那一面就不用了 这样一蘸就可以了哈 翻这蘸一下 然后加上我们刚才那个 我们留那几片干葱头 好 再加上几片牛油片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两条面包条 brite sticks给它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以后呢 我们要抹这个刚才五条的 干葱头牛油 给它擦到这个面包条上 均匀的涂抹 面包条呢 是较白色的这种 pare bake面包 拘熟但没拘脆 拘脆以后呢 它里面是很柔软的 就像那种新鲜出炉的面包 这个面包在北美和欧洲 是非常流行的 很好吃 你可以试一试哦 看我们这面包条呢 已经抹好了这个牛油的这个sauce 吃前呢 我们就可以拿去烤了哈 好了 我们呢 找一个漂亮的盘子 我们把这个三文鱼呢 给它卷成玫瑰花瓣 这个样子放到盘子里边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漂亮 一片一片把它卷上就可以了 就这种玫瑰花 是不是很漂亮啊 三对就行了 六块三文鱼大概 这是我们平底锅的 把水烧开 加上半勺的盐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芦笋 给它煮一下 煮上两分钟就好了 好 两分钟我们把它取出来 你看绿绿的脆脆的 颜色也很漂亮 这种小芦笋很好吃 煮了两分钟 我们就要放到碗框里就行了 这时候我们把火呢 打开蒸锅也 给它烧开以后 我们把这个 飞螺鱼块放进去蒸了一下 中大火蒸六分钟就好 鱼块蒸好以后 我们把它取出来 放凉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摆盘了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 把刚才我们的面包条 放在烤箱里烤一下 烤箱还是375度啊 在中格就可以了 5到7分钟就烤好了 这时候我们基本就完工了 食材都准备好了 我们加上最后一个食材 最后一个食材 当然是黑松露片了 我们把它呢 萝片放在面包条上 厚些的黑松露片 它香气更加的重 浓郁 萝片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一块上 放在面包条上 然后讲这个玫瑰花上 放上一点 讲这个黑松露片呢 再另一叠的腌 三文鱼上 玫瑰花上哈 好了 那这道又漂亮又美味的 黑松露拌腌三文鱼 或飞鹿一块就做好了 松露味道非常的芳香富裕 鱼鲜香美味 干葱头牛油面包条 香脆软嫩 超级的好吃 是一道既容易做 又非常高档次的美食 好了 那你学会了吗 学会就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